也就是长期高色糖引起到肾脏的损伤的疾病 我们叫糖尿病腎病 其实教授我想问一下 它这个糖尿病腎病和普通的腎病有没有分别的呢 这个跟普通腎病是不一样的 对于我们中国来讲 大部分的腎病都是肾小球的疾病引起的肾脏的疾病 也就是肾炎引起的腎病 那么肾炎引起的腎病 它的发病的机制跟我们糖尿病引起的疾病是不一样的 因为糖尿病长期的血糖增高以后 会引起到肾小球里面的肾脏里面 过滤的这个部位所受损 跟其他疾病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糖尿病腎病是它有特有的糖尿病病发生 糖尿病腎病发展下去会有什么效果呢 最终是因为我们的肾脏的功能 主要是我们产生尿的东西排出毒物的问题 如果是出现了这种功能受损 最终的结果就不能排出毒物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肾脏功能衰竭 非出现肾衰 这是它的最终的阶级 那已经很恐怖了 对啊 其实我想问一下 如果患糖尿病会患多少年 才会容易得到这种糖尿病腎病 一般来讲 我们出现糖尿病慢性血管病发展 它是长期的高血糖 引起了肾脏的损伤 这种时间一般要10到15年 所以大部分有大概10到15年糖尿病病人 才会产生糖尿病生病 但是实际上很多糖尿病患者 他不知道他自己得到糖尿病多长时间 有的我们糖尿病病人 我们国家大概50%的糖尿病人 是出现他迸发症的时候 到一眼看病了才发生糖尿病生病 因此来讲 对于大部分糖尿病病人 只要你得到了糖尿病 你就要查查 你有没有糖尿病生病 因为有可能已经存在了 你的病有可能已经有10年左右了 所以得到糖尿病 就是检查一下 有没有糖尿病生病 据我所知糖尿病就分了很多种类型的 那是不是所有类型的糖尿病 一型二型 都容易得这种糖尿病生病呢 是的 我们糖尿病病人 一般常见的 我们就分成一型二型 当然还有其他类型的 但是我们一般主要是一型的二型 那么一型糖尿病病人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 最终会到糖尿病生病 那么二型糖尿病 大概5%到10% 有的同意到20% 可以到糖尿病生病 但是我们国家的大部分 95%上都是20%糖尿病病人 因此说呢 大部分的糖尿病生病 是20%糖尿病病人 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 糖尿病病人 大概我一型的二型加起来 大概有10%到25%的人 最终都会出现糖尿病生病 糖尿病人长期高血糖 会导致糖尿病生病 无论一型糖尿病 还是二型糖尿病患者 都有患病的风险 由于一种病征具 有很强的引力性 所以建议糖尿病患者 都应该去检查 是否患有糖尿病生病 糖尿病生病 会被患者发出什么信号呢 来看看今天第一题 以下哪些症状 可能是由糖尿病生病引起的呢 标准的答案应该是ABCD 为什么呢 第一个糖尿病以后 他主要我刚才讲 是他是损伤了他的肾小球的 肾脏的利过的膜 他就把这个膜 我们蛋白本来是在水里面 它不会流出来的 这个膜给损伤了以后呢 它蛋白就会从尿里面出来了 所以它最早表现了呢 就是尿里里面的白蛋白的 出现蛋白尿了 我们就检测 它的尿里的白蛋白的 排泄的升高 所以这里是我们糖尿病生病的 比较特异的早期的指标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因为蛋白都排出多了 我们水里面的蛋白就少了 因为我们血浆里面的蛋白 主要是什么目的呢 就是保证我们的水分 人不会水肿 当然我们血浆里面的蛋白低了 那么我就会盐碱 下肢啊 都是水肿 所以这也是我们糖尿病生病的症状 第三点 第四点 尿里的泡沫增多 因为我们蛋白出来了 蛋白出来 尿一冲出 就会产生很多泡沫 就是表明里面的蛋白多了 所以尿里泡沫也是它的症状 第一呢 肾脏体质增大 因为糖尿病生病 跟白的肾病不一样 它就是一个肾的 肾流的增多了 引起的 所以它表现了肾脏增大 如其他肾小球肾炎 引起的肾病呢 它的肾脏的体质是缩小的 另外呢 糖尿病生病呢 它一般 它不会引起血尿的 因为它的利过膜的损伤 它不会引起血尿 那么血尿呢 多了以肾小球的疾病 所以一般我们的 有血尿的 我们就想想 不一定是糖尿病生病的 可能是别的原因 引起的生病 所以它也不是我们的特点 最后一个尿瓶 尿瓶呢 就是有很多原因引起的 但是我们血糖增高 柴肥尿瓶 它不是肾脏疾病的一个症状 所以呢 应该来讲 ABCD才是正确的 其实引起这个糖尿病 肾病的原因 究竟有哪一些呢 除了糖尿病本身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 糖尿病肯定是血糖增高引起的 也就是长期的血糖增高 没有达到非常好控制 就是我们糖尿病 肾病的关键原因 当然了 糖尿病病人往往 核病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糖尿病合并呢 它有血压的增高 我们糖尿病病人跟高血压 它有一个共同的发病基础 我们两个它是难胸难地 有糖尿病病人往往 大概40%到60% 会合并有高血压 所以糖尿病 再加上高血压 再高血脂 高尿酸 再加上肥胖 这些都是加速糖尿病生病的基础 所以认为糖尿病 高血糖再加上这四个因子 是引起糖尿病生病的 这几方面关键的因素 各位想问一下 除了会引起糖尿病生病 又会不会引起其他器官的病发呢 糖尿病我们分两个病发症 两个大类 一个极性的病发症 一个慢性病发症 极性的包括酮症中毒等等 这些我们就不讲了 今天我们谈谈慢性病发症 慢性病发症主持着有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我们叫大射管 一个微射管 所谓大射管我们叫做心脏的射管 脑射管我们叫大射管 当糖射病犯出以后 它会损伤大射管 就引起了脑射管发病的增多 脑射酸痛发来很多 心血管的新更 发病的很高 所以糖射病病人在国外统计 80%是以心血管 心肌更死的 叫心血管 所以心血管也会损伤 脑射管也会损伤 另外含有微射管 包括主要 gases 糖射病 眼睛的出血液等等 还有神经的损伤等等 只有血管到了地方 它都会得到糖尿病的损伤 所以糖尿病是损伤我们身体 每一个器官都会影响影响的 其实想问一下教授 刚才听了这么多 就觉得糖尿病 又好糖尿病腎病 都是很恐怖的事情 大家当然就不想玩这种病 那怎么样去预防糖尿病腎病呢 不但是糖尿病腎病 所有的分发症的关键 就是把食糖控制好 糖尿病在血里面流到糖水 它肯定是 我们要把它食糖降下来了 变成正常的这种状况 那么它这个糖尿病 这个分发症就不产生 所以我们大量的研究 都已经证实了 只要把食糖控制到正常 接近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它的分发症一般不太产生 会产生明显的原因 所以控制食糖 是我们减少糖尿病分发症的 尤其是糖尿病生病的关键 当然如果有高水压 有高水质 这些我们都要控制 如果有肥胖 我们减减肥 这些都是防止糖尿病生病的 几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还想问一下教授 除了控制血糖之外 其他物质的涉入 需不需要控制呢 譬如说蛋白质 因为有很多朋友 现在很喜欢喝一些 胶原蛋白口服液 或者补充胶囊 其实我想 对于糖尿病病人 我想一般来讲 对于糖尿病病人 没有糖尿病 没有糖尿病 我觉得蛋白质 射起我不太 都无所谓 都可以射起蛋白质 当出现糖尿病 生病了以后 我们建议 只要吃优质蛋白 不要什么蛋白质 什么叫优质蛋白 动物蛋白叫优质蛋白 因为动物的 它的基因 它的结构跟人结菌 它的成分跟人结菌 所以叫优质蛋白 植物跟人不再结菌 叉咽了 它是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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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里面的蛋白质 氨基酸的含量 跟人的结果不太一致 它利用率比较低 这些蛋白质要分解掉 要通过肾脏排泄 加速肾脏的负担 所以我建议 糖尿病病人 要奢侈优质蛋白 高血糖 高血压 高血脂 高尿酸 肥半 都会加剧糖尿病 肾病的病情 所以需要患者定期检查 严格控制身体各项指标 饮食方面 医生建议 糖尿病、肾病患者 摄取动物蛋白 减少植物蛋白的摄入 接着来看看第二题 以下哪些食物 不适合糖尿病、肾病患者呢 A.蛋黄 B.牛奶 C.虾皮 D.乳酪 我选A和C不适合 A和C不适合 方姐 我选A A大家都觉得不适合 其他东西是适合 我觉得乳酪 我觉得C不适合 C不适合 为什么 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蝦米这类东西是很濕的 如果有肾病患者 绝对是… 有这类的人 绝对不值得吃这么濕的东西 蝦皮又不是蝦米 一样的 一样… 可以入药化 一样的 如果是肾病会引起什么 肾病容易炎症 很多东西都会发作 肾炎 对 糖尿病、肾病 不是一种其中的原因 问教授吧 猜猜猜猜猜了半天 差不多 これは鲁鲁鲁鲁鲁鲁鲁蛋 都 blue 鹤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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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 很难 这个问题比较难 首先我觉得它里面考虑了两个几方面因素 一个要考虑蛋白的问题 优质蛋白里面 我们的牛奶是非常适合的 这应该核osen我们导人生病病 potrzeb 因为它有优质蛋白 第二 когда我们的生病 喔 target 排不出去 排布式是出现高磷 低钙 那么我们知道奶酪里面含有很高的磷 淡红里面也很高的磷 这两个含有比较高的磷的话 磷高了以后我们就切钙了 这个犯罪非常容易容易切钙 因为我们磷跟钙是一个翘翘板样的 磷多了 它钙就比低了 所以我们要减少低磷的方面 第二个 淡红里面胆固醇也很高 所以我们不断 它还有胆固醇高 还有高磷 所以我不太主张糖尔的生命的服用 虾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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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种动物的钙 因为它的补钙呢 我们对于这个身边的病人 它是切钙的 我们可以补点钙 所以我的经验呢 牛奶跟虾皮的 反而是虾皮是可以吃的 恭喜大家 别过等了 所有都错了 那么糖尿病 肾病的患者呢 对于蛋白质的涉疫的要求比较高 绝对 那么低蛋白的饮食 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除了涉入优质蛋白 糖尿病肾病的患者 在饮食方面还有什么注意呢 每天最多窃取多少蛋白质 吃多少米饭呢 可以帮助患者抗血压 抗血糖的食物有哪些呢 下一集回来 专家继续为你解密 引力的健康杀手 糖尿病肾病 居毛霸 第二个重磅官家 居毛霸 第二个重磅官家 居毛霸 第二个重磅官家 广东中研白电风研究院 白电风治疗 领导者 电话 0203519 403519 40 2015肯德基新菜单 肯德基新米饭系列 鲜嫩鸡腿肉 搭配丰富配菜 淋上香浓卤肉 满足米饭系列新升级 现在买饭还送汤哦 看白电风 到广州新世纪白电风防治研究院 02086301999 86301999 梦啊星 太阳笑 中国梦 多美妙 博士佳 善作魂 秦维粉 咸阳德 彭立生 小丹仙 和玫瑰 小丹仙 和玫瑰 摄影的要求比较高 绝对 那么低蛋白的饮食 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对于糖病病 生病病人 我们建议呢 每天摄取蛋白质呢 大概是大概每公斤 体重是大概0.8克左右 这样就不要太多了 这样的蛋白质 这些都是优质蛋白 就OK了 很多糖尿病的患者 为了控制自己的血糖 不要说千方百计 都已经是挖尽心思了 因为很多人是觉得 哎呀 就是淀粉类的东西 糖分很高 我三餐都不吃主食的 那这样的方法来控制血糖 究竟可不可取呢 这是非常不可起的 因为我们知道 人体的主要的成分 营养成分 主要我们分四大类 第一个是蛋白质 脂肪 糖类 还有一个维生素 我们四大类的成分 那么我们建议大家怎么样 第一个呢 我们的主食 就是我们的所谓糖分 这种糖分呢 如果我们身体 是营养的能量 相当于我们的人体的汽油 如果你没有吃进这个糖分 你吃进这个蛋白质 它要转变成这种 葡萄糖 给供给人了 所以更浪费 更费力 所以一定要均衡营养 蛋白质也要奢侈 碳水化合也要奢侈 还有足够的维生素 还有足够的少量的脂肪 这样能达到 集体的均衡的营养 否则你光吃肉 那么你的肉 才会转变成一种 我们所需要的糖分 所以体能也增加了负担 所以我觉得应该来的 所有的营养 都要均衡的奢侈 这是比较合理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 换了一种方法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那种白米 或者煲粥 是很容易 血糖很容易升高的 不如换了粗粮 就是不要吃蒸面 白米 那只吃粗粮 那些会不会更好呢 我们的粗粮 所谓的粗粮 它含的纤维 比我们的 这些精粮 含的多一点 那么纤维多一点 大部分 就是它含的糖分 相对比较比例 相对低一点点 那么你吃多一点 它也不费这些糖 真的很高 所以它吸收 没那么快 所以我主张 如果糖尿病病的话 你吃粗粮 可以吃多一点点 那么尽量吃少一点 都可以的 其实 我问问教授 如果得到糖尿病的人 可不可以吃薯仔 即是 高淀粉 高淀粉 高淀粉的 实际上 这个土豆 地瓜 这些我们叫杂粮 是吧 那么如果是说 得到糖尿病以后 你不吃主食 要把土豆 地放它是可以的 刚才我讲了 其实我们觉得杂粮 包括这些无故杂粮里面 包括了我们的小米 麦 还有地瓜 还有我们的淮山 还有土豆 它里面都是含有淀粉 它的淀粉的比例 不像我们大米 比例那么高 这些东西含有更多的一种纤维素 打个比方 你不吃二粮米饭 你吃地瓜 或者吃手仔 也是吃二粮就左右 你不是说 我吃这个二粮米饭 我这个地菜 要吃四五粮 那是不合适的 是吧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算 二粮米饭所提供的糖分 跟我们二粮的地瓜 或其他提供的糖分 可能是二粮的地瓜提供的少 这样的话 它添微素多 这个等量的重量来讲 我们建议大家更多的选择 这种粗粮和杂粮会更好 但是你无休止的 你吃二粮的米饭 我不吃二粮米饭了 我是五粮四粮的这个手仔 那肯定不行 除了花薯和土豆之类的 这些食物可以吃之外 很多朋友想问 南瓜可不可以吃呢 有些人说南瓜 甚至是不是可以降血糖呢 南瓜是不能降糖的 南瓜是人的 但是南瓜里面 它里面含的纤维很多 导演你吃一粮的米饭 你到它一粮的米饭 相当于它三四粮的南瓜的能量 所以吃南瓜吃多一点 反多血糖是不是很高 所以南瓜实际上 它含有更多的纤维素 它含的糖分更少的意思 所以吃南瓜 你吃糖分 有的人又吃南瓜又吃米饭 是不合理的 你少吃米饭 多吃点南瓜 我觉得也是解决你的肚子饿的问题 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其实每个患者 每天的这个涉入的糖分 它有没有一个标准 例如多少黑的米饭 是否要用这个标准来做 会更加好一些呢 我认为其实很简单 每餐你吃大概是一碗米饭 平碗的 大概一两米饭 到二两 一两米饭左右 就已经足够的糖分了 所以我觉得很简单 每天不要吃两三碗的米饭 吃一碗平碗的米饭 就足够了 但是我不是只吃米饭的 我可能还有其他的配菜 那会不会糖分超标呢 如果是这样的 配菜就没有的嘛 蛋白质同菜 我们设置了很多东西 第一个我们有米饭 就是提示碳水化物 碳水化物大概每顿 我们建议大家吃大概二两左右 一天五两 早上一两 中午二两 晚上二两 大概这样是比较合适 算起来怎么算呢 你没法算二两 我们不能撑过来吃的嘛 那么我们就大概一平碗的米饭 就大概是二两的米做出来的饭 就是这个 我们不单是单吃吃饭的嘛 还要吃菜的 还要吃肉啊 青菜啊等等啊 那么这些呢 就是碳水化物是米饭的提供 那么我还要吃点肉 就是提供了我们的蛋白质 肉里面含有点脂肪的嘛 提供了我们的脂肪了 另外呢 我们的碳水化物 这个米饭里面 它含有很多维生素的 打碗有B做维生素啊 那么还有我们的青菜里面呢 很多的维析啊等等啊 维生素啊 所以我们多点这种食品合在一起 我们就足够的碳水化合物 足够的蛋白 还有脂肪 还有我们的所需的维生素货抗护质 糖尿病神病的病人 要严格控制饮食 医生建议不要吃超过一碗米饭 每天摄入的优质蛋白量 为每公斤体重0.8克 控制好生活饮食习惯 就可以防止病情恶化 那还有哪些行为 是可以帮助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呢 A. 戒烟酒 B. 严格控制血糖 C. 控制食盐摄入量 D. 每天饮水量 1,500至2,000毫升 它这个题目是 怎么防止糖尿病迸发症 不但是到糖尿病胜病了 那么戒烟大家都很清楚的 我们戒烟有个泥固定 对血管的损伤是非常大的 所以戒烟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 当然糖尿病所有的迸发症 都是高血糖引起的 因此严格控制食糖 是我们非常必要的 另外我们食盐的盐分 太多了以后 会引起血压的增高 那么血压增高 又加速我们这个迸发症的发生 代表我们的水管一样的 我们水管的水质不太好了 又再高压 容易损伤我的水管 糖尿病也一样 它是血糖不好了 血糖高了 再加重还有个高血压 加重所有迸发症的发生 所以我觉得 食道的摄取盐分的 可以减少迸发症的发生 最后一点 就是说云水量的这样的话 我觉得补充到 1,500毫升到2,000毫升水 是我们需要的 尤其是我们广东这种 热带的地方 比较热的地方 丢失的水分就更多 所以我觉得 补充到1,500毫升到2,000毫升的水分 应该也是减少迸发症的一种 保证它水移流速 防止水移粘稠 也是有好处的 但是 但是 还有一个但是 如果糖尿病生病的时候 就不要喝多水了 因为它离不出去了 这个时候再喝多水就不合适了 想问太教授 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 他平时在用药的方面会有什么禁忌呢 譬如说得了感冒了 那我是不是不可以立体吃感冒药呢 得糖尿病以后呢 我们一定要吃这样糖尿药 但在合并有别的病的时候 一般它有这个药 直接是没有什么交叉的东西 所以你得糖尿病 你这个 在出生感冒以后呢 有的人是这样 我出生感冒了 我把糖尿病的药给停掉了 这一停到血糖 咔又高来了 你这个感冒好不了的 所以呢 得糖尿病以后呢 合并有别的病的时候 你要保持你糖尿病药物的一个 经常的食用 同时呢 可以加用其他药物的 一般呢医生给你用的药 一般没有很多的交叉的 应该问题不大 那么糖尿病患者 其实他适合做什么运动呢 可不可以剧烈运动呢 譬如说跑步 就是他又要急着要减肥那些 对啊 就是很肥那些应该是什么运动呢 这个我觉得还要根据情况来定的 如果是这个人年轻的 没有并发症的 我觉得激烈的运动也是可以的 是吧 这个二十多岁 有糖尿病 三十三 没有任何并发症 我觉得激烈的运动 都是比较合适的 那么呢 对年龄大的人 我也觉得运动 但是呢 运动量呢 要小一点 尤其有合并 并发症的病人 尤其我们说 有个眼底的出血的病人 你就不适合打篮球啊 跳跃啊 对抗性运动啊 我碰到有的 打篮球一跳 眼睛出血了 看不见了 所以有并发症的病人 就不要过激烈的运动 尤其是个对抗性的运动 所谓对抗性运动 打乒乓球啊 打一毛球啊 有可能 碰撞的运动啊 就是我们比赛下 多少分类 对抗性运动 尽量不要去做这些东西 糖尿病患者 除了在饮食的运动方面 需要注意之外 其实就算是去探糖尿病的患者 你拿一些补品给人家 也有讲究的 不是说纳丸送的 立刻看看 今天第一条短片 李依德志患了多年糖尿病的姐姐 刚刚被确诊为糖尿病新病 所以她准备带点东西去探讨她 拿了一些前段时间 在乡下买的土黄豆 这是什么 卵的 这是你姨妈 糖尿病 得了病發症 影响到肾脂 对,我想找些东西去探订她 要找些什么 黄豆 黄豆? 對,黃豆很漂亮 是天然的,在鄉下買回來的 你看,很有營養,營養價值很高 漂亮,挺漂亮 不過人家說黃豆是高蛋白的東西 我聽說糖尿病、腎病 不可以吃高蛋白的東西 黃豆不適合 請問糖尿病、腎病患者 可不可以吃豆類食物呢 應該不太好 因為不是神明能吃不吃的問題 而是黃豆本身 醫生、我們教授都說 不是那麼優質的蛋白 那你就無謂增加它的負擔 對於糖尿病到胜功不太好的時候 我建議還是吃一點動物蛋白 叫我們叫優質蛋白 盡量不要吃食物蛋白 因為食物蛋白裡面 我們打過比方 我們黃豆類提供的是植物蛋白 事情都分裂成胺基酸 胺基酸的人體重新利用 胺基酸的利用率大概20%左右 大部分都不能利用 大部分還要排出去 所以我建議 最好不要是黃豆這種製作蛋白 還是吃動物蛋白好一點 那是不是所有高蛋白的食品 都不適合糖尿病、腎病患者攝取呢 就是是不是食物類的 我覺得高蛋白蛋白 我們肉類蛋白是要吃的 這個蛋白是要吃的 優質蛋白 不要吃太多 我們又要嚴格的限制 導致出了糖尿病生病以後 我們建議每天每公斤體重 大概0.8克左右的蛋白質就夠了 那我還想再問 既然動物蛋白是優質蛋白 其實我們知道肉類有分紅肉、白肉 那對於紅肉、白肉 這兩種動物蛋白有區別嗎 紅肉和白肉所含的動物蛋白 哪一種更適合糖尿病、腎病患者呢 患了糖尿病、腎病 是否需要吃補腎的補品呢 適不適合喝茶呢 生活中還有甚麼需要留意呢 下一節回來 斜耀明教授繼續為你解答 不要走開 翻譯 英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列治治 可口可乐台词评 让分享更有戏 广东中研白电风研究院 白电风治疗领导者 电话020-3519-40-3519-40 看白电风 到广州新世纪白电风防治研究院 020-8630-1999 8630-1999 今天我想再问 既然动物蛋白是优质蛋白 其实我们知道肉类有分红肉、白肉 那对于红肉、白肉 这两种动物蛋白有没有区别的呢 这个红肉、白肉还是有区别的 红肉它实际上含有很多的食管在里面 含有很多血液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那么红肉里面的话 我们吃起来好像比较鲜、比较好吃 但是它里面的蛋糕醇 还有些脂肪是相对多一点点 所以我们觉得有些对于台湾病、生命病人的话 好像一些台湾病人比较好的 白肉是不是更好一点 对健康来讲 鸡肉、鱼 白肉对健康更好 好,刚才说到这个送黄豆 给糖尿病、腎病患者 是一个不适合的做法 究竟送什么补品才适合她们呢? 我们继续看一段片 得知姐姐患了糖尿病的病发症 糖尿病、腎病之后 你医去药房买了一些补品回来 准备拿给姐姐 妈,回来 是呀 又买了什么补品 她们说这只补腎很好 但是糖尿病、腎病 要补腎的吗? 你都说是腎病 腎病,当然腎不好 不好,当然要补腎 对吧? 真的吗? 请问糖尿病、腎病患者 可否吃补腎的补品呢 我觉得是不应该吃的 不应该吃?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普通的腎病 它是糖尿病的病发症 所以如果补品 成分不复杂的情况下 可能会反而加重了腎的负担 它不是普通的腎病 不是说要补就补 对,这样的想法也对 方姐呢? 是补也不补腎吧 应该补好 其实补腎是中医的概念 中医说的腎 不是西医说的腎藏 所以第一 你这样补腎是补不了你的腎藏 第二,相反 可能里面有些含有药物的成分 加重了腎藏有排毒的负担 所以还是不好 我觉得腎病更加要补腎 因为既然坏了 你再不外护它 维护它,它更加坏了 食药都可以 问题是如何补腎 用什么来补腎 我觉得有位嘉宾讲得非常清楚 对于糖尿病的肾 跟中医的肾是不一样的 对于中医的补腎药物 我觉得对于糖尿病以后 找中医抗药物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不反对 但是你街上买的很多补腎的 所谓的这些药品里面 因为它不是加上什么添加剂 很多的东西可能会加重了 它的肾脏的负担 所以我建议 除了糖尿病肾病以后 你不要随便是买上补腎的药物 这个肯定是没有好处的 那应该怎么补呢 需要补吗 对 从我们西医的角度来讲 只要你把血糖控制稳定了 把血压、血脂都控制好了 那么糖尿病的进展就慢了 所以你不需要补这补那的 那么除了蛋白质的涉择之外 其实很多糖尿病患者都会觉得 我是不是茶都不可以喝呢 因为茶有茶多分 茶减等等的成分 那又适不适合糖尿病 或者糖尿病肾病的患者使用 影响血压 这个茶的话 我觉得对糖尿病 还是可以喝茶的 因为茶里面 虽然这种茶碱、茶豆酚 它对肾脏的负担是不加强的 另外这种茶 很多对于我们调节的 脂代谢等等都有一定的好处 另外我觉得 我认为茶对身体是 对糖尿病的奔发生 是没什么坏处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当出现糖尿病肾病 肾脏不太好了 肾脏力高功能不好的时候 要控制水分的时候 就不要喝太多水了 就行了 这个时候 我觉得茶 在糖尿病没有糖尿病 国内很多这种的 所谓这个偏方 那个偏方 只好糖尿病 我觉得就是跟我们的 张无本那种 那个一个意思 是吧 它是不可能的 因为糖尿病是一个 不可置疑的疾病 是个终身病 那么我们在 控制陨石方面 我刚才讲了 控制一些量 控制一些 一个比例 就OK了 另外呢 对于这种 现在网上流行的东西 我也看到这种信息了 我认为完全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糖尿病 是不可置疑的 所以我也碰到 林森上 很多犯者 不断地追求这种 偏方 治好糖尿病 我碰到我们广东 有一个 一个小老板 他这个 哪里有偏方 他就吃到哪里 大概 过了大概一年来找我 最后呢 他手头还是没控制住 最后我们还是 重新调制药物 才能得到 非常好的一个缓解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 不要去听这种偏方 这是不可能的 万一我们得了糖尿病 或者糖尿肾病的话呢 是否定时去检查 即检查自己的血糖量 究竟处于一个 什么位置 会更加好些 糖尿病要每天自己监测 不用医院检查 但是除了检查血糖之外 还需不需要定时去检查其他呢 譬如说 预防糖尿病 肾病的发生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得糖尿病以后呢 我们需要把血糖控制好 血糖我们都现在建议大家呢 不需要到医院去排队 自己砸个血糖 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每年呢 我都建议大家呢 最少是查一到两次的 所谓的糖化血红蛋白 也就是看看你的血糖的平均值多少 是吧 一天到完的平均值 它的糖化血红蛋白 可以反映三个人的平均值 这样的话 三个人 或者半年 或者一年 都是查一次这个 这个糖化血红蛋白 靠你血糖平均值 另外呢 还要建议大家 一年是做一次糖尿病 不发生的衰查 我们很多指南里面建议 只要你二次糖尿病 一发生糖尿病 你就要是建议一年 做一次不发生衰查 包括了血管有没有受损 有没有糖尿病 尤其今天我们谈的是糖尿病 如果要 如果要肯定糖尿病 如果要肯定糖尿病 我们要测你的尿蛋白的排泄率 这是很快 很简单的 所以呢 你可以到医院去 让医生给你开一个尿蛋白的排泄率 发不了多少钱 就能够检测它的一个结果 就能够早期发生糖尿病 那多长时间检测一次呢 如果呢 我觉得呢 一发生糖尿病 你就要去检测一次了 如果血糖都非常稳定 我觉得一年才一次就可以了 病时比较短 大概病时呢 你自己的糖尿病 差不多五年左右 如果糖尿病 已经得了十年了 这个时候我建议你 大概半年 或者一年才一次 好了 下面是我们的健康时间 来看看现场观众 有什么问题 要问一下我们的薛教授 薛教授 你好 患了糖尿病 可不可以不吃药 如果吃药的呢 是哪种药比较好 得到糖尿病以后呢 我觉得呢 一定要吃药 因为糖尿病是一个 不能治愈的 终生性的疾病 所以呢 对于糖尿病 得到糖尿病以后呢 我觉得呢 这辈子呢 应该要坚持地吃药 第二个呢 要吃什么药呢 要根据你的病的情况的不同 我们要选择不同的药物 不不是说 哪个药对你最好 应该是最适合你的药 才能最好 所以呢 应该去看看糖尿病的大夫 他会告诉你哪个药是最好的 薛教授 我想问一下你糖尿病 要不需要戒口呢 哪些吃得 哪些吃得 哪些不吃得呢 对于糖尿病患者的话 我觉得呢 首先 对于不论是糖尿病 非糖尿病病 我觉得都要有保证 我们合理的饮食 是吧 这种我们 不要说得了糖尿病 我觉得这也不能吃 那也不能吃 我们得了糖尿病病以后呢 应该来讲 一个更加注意你的饮食 是非常重要的 打个比方 你吃的东西呢 要一个度 不要吃得太多 太饱 另外呢 不要吃一些太 生糖指数太高的 也就是说 容易引起食糖高的 这些东西 打个比方甜的东西 一个特别甜的东西 还有一些西饭等等呢 这些东西 都会造成食糖的 快速的增高 所以避免这些东西的摄取 或者同时呢 所有的东西呢 不要摄取得太多 当然吃东西呢 不要吃得太饱辣 大概七成饱一样 这我觉得 也就达到了好的效果 另外呢 对于其他 哪种吃物能吃 哪种吃物不能吃呢 主要根据这个食物的 它的含糖的量的浓度多高 就是生糖的浓度的 生食糖的 这个作用度多高 来决定的 打个比方吧 我们这些比较甜的水果 是吧 它的引起呢 它的生糖指数非常高 所以呢 它会引起 非常快速的增高 就不能吃 一个像香蕉啊 我们这个 好多热带水果呢 是不太适合吃的 另外呢 还有些呢 含油腻 比较油腻的 达到一个坚果类的东西 这些食物呢 由于它含有很多的脂肪 这个脂肪里面呢 含提供的能量是非常高的 我也不主张大家吃多少 达到发生啊 很多大家吃瓜子啊 花生啊 对唐安倍患者呢 经常少吃的 因为呢 这些东西都是引起 血糖膏的东西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 想请施教授 给我们总结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 他呢 从事耐宽秘科 很多年 有很多临床的经验 那对于糖尿病 或者糖尿病 腎病的患者 你有些什么 证据 或者是中告 可以给到他们 对于唐安倍患者呢 我觉得呢 第一个 我们要证实你的疾病 是吧 你得到糖尿病 你就好好去处理它 好好去治疗它 就能达到呢 防治痕的奔发症 发生或发生的问题 那么治疗当中呢 首先呢 要合理的这个饮食 另外呢 要把血糖控制好 如果能够 把血糖控制好 你就能够 跟我们正常一样的生活 享受一样长的寿命 并没有说多大危害的 所以呢 我们不要怕糖尿病 有了糖尿病以后呢 就积极地治疗 把血糖控制好 那么就非常好了 当得到糖尿病 生病以后呢 早期的治疗 也能达到很多方法 很多治疗的效果的 因此说呢 我们应该来讲 积极地面对疾病 积极治疗 是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控制的 好,谢谢薛教授 亦也谢谢三位嘉宾 通过薛教授的指引 我们发觉糖尿病 真的挺令人害怕的 很难 如果你得到这种病 下半生甚至是 都会觉得幸福指数下降 生活乐趣少了很多 这个绝对 但是… 最重要的是18岁以上的患者 也有10% 年轻子女 不要以为跟他们没关系 千万要注意饮食 但是如果你得到糖尿病 也不需要心急或恐惧 刚才我们薛教授介绍 只要听从医生的吩咐 控制着自己的饮食 你依然可以充满着幸福地生活 当然了 千万记得不要相信偏方 不是吧,你的生命真是冷水了 好,记得留意我们的节目 对你的身体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健康百分,健康生活更纷纷 我们下期同样时间再见